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線主播 洪簡婷會加入我們 多一早安 趙雯早安 一大早聚焦的是德國總理肖茲 正在中國進行訪問 而且他還呼籲歐洲 以及中國汽車的製造商多多合作 不過人家也才好底線了 要公開而且公平的競爭 其實說真的 中國的合作風格 我想也是眾所皆知的 所以肖茲就帶著像是西門子 BMW還有賓士這些集團 這些德國公司的高階主管 就一起出訪了 其實也被認為 是要來傳遞一個微妙的訊息 那就是如果北京 不停止歧視性的商業行為的話 那歐盟就會別無選擇的 要來升級貿易防禦機制了 所以說肖茲的民事跟暗示 都很明顯了 那不只是貿易 其實中方跟德國 將會加強科學的交流 對 他這次其實也提到了 很多兩國要來互相合作 要來互相討論的議題 非常的廣泛 像是電動車 還有一些溝通的恢復 另外甚至像是 對於公共採購的處理 跨國數據這些方面 應該都會是討論的重點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就要先將焦點 轉到中國了 德國總理肖茲 目前正率領著 三名的德國內閣部長 還有一票包括像是西門子 BMW 賓士等等 多家的知名德國企業的 高階主管 一起訪問中國 那今天4月16號 其實是行程的第三天了 那他也在我們畫面上 所看到的 在昨天晚上呢 抵達了北京 預計就會在今天的白天 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有中國的國務院總理 李強來會面 並且會在傍晚6點左右 來召開記者會 那肖茲其實是2022年10月 中共的20大過後 那也是疫情之後呢 第一個親自到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那這也是他就任德國總理以來 第二次訪中了 那這次消失的行程安排啊 是兩天經濟一天政治 他在4月14號就抵達中國了 先是到了重慶再到上海 那就像我們螢幕上所看到的這樣啊 他是用步行的方式啊 觀光市區而後呢 再到德國的企業呢 在中國的廠房來參訪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經濟還有貿易取向呢 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 obviously, uh, the key topic of this topic of this trip is trade uh, the trade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is about 250 billion dollar a year, uh, last year that was quite striking despite, you know, uh, all the talks of probes and, and, and issues trade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德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真的是非常緊密的 在2023年德國和中國的雙邊貿易額是來到了2531億歐元 雖然比之去年是稍微下滑了 但是中國仍然是連續的第八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不過啊,外界就從和它隨行的這些企業主管啊 可以秀出一些端倪的,像是剛剛提到的啊, BMW 還有賓士 全都是德國在全世界的汽車業龍頭 那雖然他們在中國也有大量的投資 但是呢,對於中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特別是關於像是電動車 這樣子大量湧入歐盟市場 其實也是蠻有怨言的 所以呢,就算中歐啊 沒有辦法真的來脫鉤 但是原則還是要有的 所以肖子啊,在昨天4月15號 在上海的統計大學呢 跟同學們談話的時候就講到了 他其實是支持中國制的汽車 在歐洲享有開放且公平的市場 那不管呢,現在歐盟要怎麼調查 或怎麼管制中國車 總有一天呢 是會落腳德國跟歐洲的 但是唯一必須明確的是 競爭必須公平 也就是說呢 沒有傾銷,沒有生產過剩 沒有智慧財產權被侵害 而且企業也可以不受官僚程序的阻礙 設立在地的生產設備 他自己也說啦 公平的競爭環境是互相的 其實白話一點說啊 中國呢,現在不要歐洲管這麼多 那同樣也就要開放同樣的環境啊 不要對歐洲的企業設定了一大堆的限制 但是呢,同樣也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是中國媒體其實是大篇幅的報導 他在統計大學的這場演講 卻完全沒有提到 他所說的這些關於公平競爭的話 以及呢 對於中國汽車請銷歐洲問題的表態 外界就普遍預期了 其實公平競爭啊 中國產能過剩啊 都會是肖茲跟習近平還有李強呢 在今天見面的時候會談到的話題 那肖茲也先預告了 其他一些還可能會談到的議題 在馬上, ernst會發的問題 嚴格共平競爭 會在職業和安全縣會 和自由去釋 論詞 像現在我們主要公平競爭 我們主要做事 話題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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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和國際會 可以看到肖茲是有提到会谈到安全跟和平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中国媒体没有报 但是同样在这场演讲的时候 肖茲跟同学们讲到的 就是他其实是有暗示了 德国政府和企业都对涉及台湾的潜在冲突 是非常注意也很警惕的 那虽然说没有直接点名 但是他把国际关系就比喻为是一种邻里关系 他就说我们不应该要来害怕我们的邻居 如果今天邻居是高大强壮又肌肉结实的 那我们就会想要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都可以好好打声招呼说声哈喽 并且确保这位邻居永远不会来伤害我们 这就被外界解读为是在说 小国不应该生活在对大国的恐惧之下 而各国的边界也不应该借由武力来改变 可以看到这短短三天 从经济到政治考量 还有要传递的讯息真的是非常多的 而且美国媒体还说 这次肖茲到中国 跟美国即将要大选了 其实也很有关系 其实这次肖茲的出访啊 可以看到很多的算计就被许多人说了 是一种两手策略 在强调要合作的同时也再度划出了底线 那同时防备也是不能少的 可以看到在经济面 肖茲出访的前夕 德国就宣布了 不再把中国看作是开发中国家 而且两个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 政治上的对手了 所以德国国营的复兴信贷银行 就不会再对中国来提供优惠贷款 那未来中国就只能按照市场的利率 来获得贷款了 而在国安方面 其实整个代表团在启程前 都有接受网络安全训练 代表团成员都被要求了 尽量不要携带 有储存敏感资料的手机 而且电子设备也不要连接自己的企业 或是相关的机构的内部网络 那德国安全部门 其实也要求这些代表团的成员 要保持最高层级的警觉 还要维持极度的不信任感 听起来是不太妙的 那像是安全机构也建议 这些代表团成员在中国期间 重要的资讯还要储存设备 是绝对不能离手 如果像是手机 或是一些重要的文件 真的必须要暂时离手的话 也要存放在专门的密封袋里面 才能一眼就看出 到底这个密封袋有没有被打开过 甚至还要求这些代表团成员的细节到 都不能使用别人的充电器 也不要用旅馆还有公共场所的WiFi 另外也建议 结束中国行程之后 他们应该要改变自己手机还有电脑的密码 甚至就直接来报废丢弃了 另外一个方面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德国海军有一艘巡防舰将会在5月7号启程前往印度太平洋地区 到了8月中下旬就会停靠在东京了 另外德国空军从今年的6月到8月也会派遣战机前往印太地区 那这些其实都是柏林当局 2023年制定对中战略之后 连日抗中的一环 国家领导人的一趟出访 真的是没脚还有细节非常的多的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有许多动荡和不稳定的复杂因子影响之下 可以看到这每一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我们也会持续追踪报道 究竟肖子和习近平谈了些什么 那可能也会有哪一些的影响 就在许多国家像德国一样是要为美国前总统川普 可能是会再度的重返白宫预先做准备 但是川普的回归之路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就在台湾时间的今天凌晨 川普是遭到指控伪造商业记录的封口废案开庭了 那这也让川普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 因为刑事起诉而面临审判的卸任总统 不过也要先特别说明 川普之所以会被告 并不是因为他支付了封口费 给过往曾有过婚外亲密关系的成人骗女心 要他在2016年大选的投票日前 绝口不提跟川普的绯闻 避免负面消息外泄来影响到他的选行 重点其实是在于他支付封口费的方式 是用竞选经费伪造成付给律师的商业支出 所以才会被告 而刚刚才走出法院的川普 当然是马上就来为自己喊冤 所以我只想要你非常非常感谢 但那我能不能去到我的孙子的职业 或那我能不能去到最终的职场 那我不是在 Georgia 或 Florida 或 North Carolina 军队 像我应该该是 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 这就是什么他们要 这就是选择选择选择 那就是这就是 谢谢 谢谢 如果你们读到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 我看到没有一个 它说这是一个案子 它应该判断或判断 这是一个罪 这是一个政治狐狐 川普亲自出庭作证 就是为了要来争取无罪判决 那特别是又提到了民主党 就是因为他被起诉 还有被审判的纽约 就是民主党的票仓了 所以也看到 他努力要来主导话语的主导权 说自己是个饱受检方 跟法官迫害的政治烈士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川普跟律师团其实就了解到了 这个审理结果是非常难以预料的 但是不论陪审团 最后的裁决如何 川普都打算要拿来 作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操作 即使他今天是被判有罪了 川普也会准备好 展开强力的宣传 成为美国史上遭到重罪定罪 却还是成功入主白宫的第一人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法院外其实挺川 跟反川的人都有 所以就有前检察官说了 川普是暴定决心要来凸显自己 受到政治猎物 政治迫害的角色 他的目标其实就是选票 判决的结果呢 至少是要两个月的时间才会出炉的 那其实这起所谓的封口废案 只是川普所面临的四大刑事案件当中的其中一件 那部分司法观察家也说了 这其实也是最轻量级的一件了 不过还是要再度强调 川普一直在模糊焦点的部分 就是这其实是一起伪造商业记录 涉及金融法的案件 所以才会被纽约的大陪审团起诉 控告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 不过川普成为定罪为重罪犯的几率是确实存在的 那牢狱之灾其实也是真的有所可能的 但是就算今天被判有罪了 川普仍然是可以上诉的 所以重点其实在美国的法律 他也不会被禁止来继续搅逐总统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 以一个被定罪的角色 在11月5号再度当选总统的 而唯一的影响就只是 他如果被定罪了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投票给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 我是杜忒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给赵文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